都市人生活繁忙 三餐不定時的情況相當普遍 美國西北大學研究指出 在入睡時間進食更容易胖胖 並且會打亂生理時鐘 導致代謝敏亂 而且增加糖尿病的風險 研究結果在上個月發表在科學期刊 研究團隊將夜晚活動的小老鼠分為兩組 分別為兩組小老鼠在活躍、夜間和非活躍 日間、時間餵食高脂肪飲食 一星期後的結果顯示 在非活躍時間進食的小老鼠增加了更多體重 研究的第一作者Chelsea Hepper指出 小老鼠在特定時間消耗更多的能量 因此 雖然兩組小老鼠進食相同的食物 但在活動時間進食的小老鼠更健康 研究團隊進而認為 能量釋放可能是生理時鐘 容易控制體內能量平衡的機制 研究也發現 脂肪細胞產業能力更強的轉機因小老鼠 比較沒有那麼容易肥胖 當中的機制和基酸代謝有關 西北大學醫學院教授Joseph Bass指出 動物進食高脂肪和高碳水化合物的時候 更容易打亂生理時鐘 生理時鐘對於進食時間很敏感 尤其是在脂肪組織內 這種敏感性會因高脂肪飲食而擾亂 雖然背後的機制尚未清楚 但研究已經發現 肥胖的動物更傾向於在應該入睡的時間 吃更多的食物 顯示出肥胖和生理時鐘之間的關聯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